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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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堆石骨 景影玩玩物 谁认识的婆 卖尽成多福 四川省为山市彭山区江口镇 有村民在这里的茗江边上 捡到了五十两一枚的大营地 犯罪嫌疑人潜入茗江 捞出了五十两一枚的大营地 宝物献身泥江的消息不进而走 一时间江边寻宝人满被换了 文物保护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 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 事关重大 2016年岁末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组建联合考古队 进驻江口镇 明江彭山段年延几十千米 考古发掘的第一步是要划定重点范围 发掘从哪入手呢 确定这个发掘区域 第一我们就是从文献中找线索 但是文献给我们确定的区域是比较宽泛的 比如它说彭山江口 第二点就是我们经过前期的一个考古调查 综合下来我们考虑 哪些地方可能是文物分布的相对密集的区域 最终确定的发掘区域属明江江口段 与考古队的临时驻地 彭山区衙牧博物馆仅一路之隔 考古工地紧爱着驻地 由考古人员调开 这是个好兆头 冲进江口镇 考古队员的所见所闻 尽是匪夷所思 比如说有一首在明江边上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民谣 石牛对石骨 金银万万五 谁人石得破 他们全都不应该去 那么美国保属玷遇到一项 古人都不应该去 最后年 traject 有甚至有党数目的 人员路上正的关于 大学 那他有很多这种 他就在一项 那边 都不应该去 说 这些人 这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可能藏宝瑜伽的人是把这对石雕当作地雕 如此说来徐元烈或许识破了藏宝的地点 而石牛对石骨的尼瑶也许是藏宝人意造出来的 为了掩人耳目的迷障 不过徐元烈对买进成都府的财宝 为什么无动于衷 而且藏宝已是三百年前的事了 难道说就没有人找寻过宝藏吗 经过三个月的走访和实地探查 考古队终于确定了发掘区域 但是尚未起步难题就来了 文物藏在水下 本次发掘俗史的下口 枯水季的明江虽说水量不及雨季的一半 但江面仍旧宽阔 水流依旧湍齐 它这个地方呢 它那个场面都是那种 从上往下冲击的一个水流 而且水流比较大 第二就是它水 水那个 能源度非常之差 关键是能源度很差 然后人力在下面你就 第一你要抗抗那个水流 第二又是暖湿 你就很难去做那个抽杀 而且观察记录也都没办法进行 那只能用那个手部 或者虾子摸象的方式去摸 水下考古 当然有水下考古的原则 这是2015年考古人员 在丹东大东沟海域 对北洋水师致远舰的水下发掘 抽水机抽走了附着在残舰上的泥沙 借助灯光 在二十多米深的水下 考古队员尚可辨识水下的遗物 明江水流湍急 大马力抽水机 对堆积在江底的鹅卵石 奈何不得 再有就是 江水下的能见度几乎为零 虾子摸象式的发掘 根本无法记录 文物在水下的位置 和存留状态等重要数据 情况特殊 两万平方米的低焰 如此大胆的方案在考古界来说 堪称史无前例 大机械人歇鸡不歇 不到两个月 维艳高筑了起来 二十台大马力抽水机 昼夜不停 一个月以后 也就是二零一七年的春节过后 维艳内的水基本上被抽干了 考古队员为这做了个形象的比喻 何则而言 维艳注地学术界管这叫做贪头考古 核卵石在江底河床上的堆积 足有三米后 因此两万多平方米的作业面积 不可能一一发掘 需要规划出重点区域 我们借助了一些科技手段 比如我们做物理探测 通过这种磁法电法 还有一些碳密雷达 通过这些相应的科技手段 会有一些异常区域 这异常区域呢 可能就和这种地下的 这种岩石间的金属分布 是有关系的 规划重点发掘区域 靠的是高科技手段 在地表布线 可以侦测到河床下边基岩的构造 划定出藏宝的可能地点 看似电视剧里工兵手持的碳雷器 鹅卵石下如有金属 探测器就会发出呜呜的提示 下边的金属堆积的越多 提示声就越大 鹅卵石和泥沙中藏着宝物 清理起来是个细活 清理出来的所有泥沙都要被清醒 专为考古发掘改造的大型洗选设备 守着传送带的考古队员 目不转睛 再小的遗物也不放过 专用的文物保护车 待命发掘现场 保驾出水文物的安全 多学科介入各宅其能 恒山区江口镇的考古发掘 有了全新的概念 如此规模的贪图考古 在国际国内来说 都称得上是破天荒的壮举 我就是十年前 我们要进行江口陈寅遗址考古发掘 我们是觉得今天回国它 不过失忆 第一个专业上的准备 第二个经济上的准备 第三个人才上的准备 第四个实备上的准备 今天这些对我们来说 都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既是考古圣事 也是圣事考古 考古不是寻宝 但对江面下有可能藏着的 能买进成都府的财宝 实施抢救性发掘是必须的 而机密财宝隐含着的文化信息 是考古发掘的原动力 话说回来了 仅以村民在江边捡到的盐地 以犯罪嫌疑人 从江里捞出金钉为线索 便做出 明江江口段藏着巨额财宝的认定 考古队是不是过于弹突了呢 明江江江口段到底藏没藏着财宝 藏了多少财宝 究竟值不值得兴师动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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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很有代表性 一百两赢进 这一百两赢进 一百两赢进 五十两这么精美 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这也是一级文物中的甲级 就是国宝级 五十两大金钉 亦是西是珍宝 明朝的时候 一两黄金等值于五两白银 五十两黄金相当于 二百五十两白银 按照当时五十两白银 可以买粮一万公斤计算 这一枚金钉可以换回的粮食 就是五万公斤 它是首页 它像我们的金树一样 一次一次地可以翻净 这个地方还有孔可以穿在一起 这是首页 这个是嘉靖四十五年的金策 是册封龙王嫡长子的金策 龙王嫡长子的金策 这是一块明朝册封藩王的金策 这个就是和西文物 最好的一块 最好的一块 这个就是能够这样 一块一块一块 一块一块 这是两部分组成的 这是它的九叠钻 不是 它那已经一圆了 龙昌大元帅 它这个字就是龙昌大元帅 龙昌大元帅 一共六斤多 三斤多一块 虎纽金印 令人瞠目 专家认定 它应该属国家一级文物 推放在看守所监房里 收缴来的文物 专家估价市值超过了三个亿 民谣说藏身明江的财宝 多得可以买进成都府 由文物保护管理所征集来的 和梅山市彭山区公安局收缴来的文物 便可见一斑 村民在江岸上捡到了银地 犯罪嫌疑人前江捞到了精气 明江里到底藏着多少财宝 不难想象 回过头来 说一下犯罪嫌疑人前江盗里的事 2015年有村民在江岸捡到了50两亿围的大不定 这事很快在藏山重开了 一时间江岸上人满为患了 学民寻宝很快便被文物管理部门制止了 参财者中有胆大的 买来潜水服务仅接受半天专业培训 晚上就敢趁着夜色潜入渔江 贪图财富会令人失去理智 巨额财富会令人疯狂 前江盗宝有人丢了性命 有人妄想发言奉财 比如说这枚虎扭金印 出水的次日 犯罪嫌疑人以800万元出手 文物贩子一捣手 卖出了3200万元人民币 前江盗宝的人和文物贩子 悉数进了看守所 等待着他们的是法律的制裁 明江里藏着巨额财宝 民间传说藏宝的人是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 那么张献忠在明江里藏了多少宝呢 2002年3日 世界年鉴公布中国宝藏之谜 西夏亡陵藏宝 楼兰王宝藏 李自成宝藏 张献忠宝藏和太平天国十大开藏宝 这其中藏宝最多 寻找人也最多的当属张献忠的宝藏 据世界年鉴公算 张献忠藏宝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三 亚洲第一 难道说三百多年来就没有人惦记过 张献忠中所藏的能买进成都府的巨额财宝吗 实际上贪宝 寻宝者大有人在 贤丰三年 贤丰三年 有大臣说 亲眼看到了彭山村民捞到奇色黑暗的银帝 其实正是太平天国战事展开的时候 为了筹索军费 贤丰帝命成都将军玉瑞 按锁城情形悉心查访 设法捞掘 但是玉瑞的查找一无所获 袁世凯称帝 派人在四川等地挖了七十多个大增 淘进了几十条小河 也是没能找到宝藏 这以后 外国传教士杨森 刘文辉 就连蒋介石都曾经惦记过张献忠藏在明江的财宝 但是都是徒劳 民间传说 藏宝的人就是张献忠 那么藏宝明江的人 当真是这位史籍记载的农民军首领吗 回到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先前看到过的那枚金币 还有这枚银币 西王闪宫 明末 农民农农农首领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国被尊为西王 西王二字表明了他为张献忠所有 而闪宫二字去除了他的货币功能 它不是当时的社会上流通的货币 它是一种军功奖赏 但是因为它是贵金属 根据你军功的大小 他就要赏你金的奖章吧 用现代话来说奖章 金的奖章 银的奖章 西王闪宫金银币是张献忠赏赐给有功将士的军功章 藏宝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张献忠 金册 为大西大顺二年 遂在已有五月朔日人物 皇帝制约 镇监于成典中关九狱 大西是张献忠的国号 大树是大西国的年号 大树二年及张献忠在成都称帝的第二年 皇帝制约中的皇帝显然就是张献忠 他可能后头还有几产 现代工资 你收集到的就只有第一产 可能就很说明问题 因为他当时张献忠 在成都建的大西贯 他的年号啊 啥子都有 说说这上面的新鞋队 研究张献忠 那烈士啊 也就是当时的经济啊那些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slices 这边都是红带的 人们 Omar 比赛 是不是 林奇 的 他可能和是 好 我 Vamos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藏宝人当真是张献忠 他哪儿来的那么多的财宝 为什么要将巨额财宝藏在民江里呢 张献忠明末农民军领袖 张献忠转战的地方包括陕西、安徽、湖北、四川珠省 巨额的军费开支从哪儿来 唯有抢掠 起初张献忠抢掠的对象多为明朝的藩王和官吏 比如这块公安局收缴来的金策 文字提到了明朝皇帝朱元璋和荣王的义字辈长子 金策是张献忠从明朝藩王那里抢来的 随着战事的家境 张献忠所过之处 无论贵宙还是百姓 盖不放过 比如这些成堆的银耳环 戴在普通妇女耳朵上的耳环 被张献忠当成了战利品以后 会被融化制成维系大西国运筒的弥地 转战期间 张献忠究竟囤积了多少财宝 民间的说法是 足以买进偌大的成都府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 明朝政府当然不能容忍 随即 明将杨展入川打败了张献忠 不得已 张献忠弃成都而去 随后 杨展在明江社福 全歼了张献忠拉宝的船队 藏宝的人 应该就是仓皇的张献忠 不过 明江杨展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明江彭山段的江口 作为伏击地点呢 岁末枯水迹 您将彭山段江口镇将灭 外弯分叉 北岸是茂密的山林 船行至此 船速放晚 浮兵于拐角处的密林里 居高临下 这里是射浮的绝佳地段 温县有记载 这是个古战场 它到成都距离在50公里左右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来看 它是两条河的会合柱 会合以后江面就更宽了 那么不管要守住它 要守住成都 或者说要冲出成都 这个位置 应该都是一个兵家逼真之地 最佳地点 最佳时间 最佳打击方式 杨展全监了张献忠拉宝的团队 江水吞噬了燃烧的木船 拉宝的船不见了踪影 新的疑问来了 既然杨展击沉了张献忠拉宝的船队 杨展应该是目睹了宝船的沉默 为什么杨展对巨额宝物却是无动于衷呢 张献忠陈吟成了一个除杨展之外 令所有人垂涨的谜 这就有了在彭山流传盛广的石牛对石骨 金银万万古 谁人石得破买进成都府的民谣 三百多年来 灵星的宝物不时地被江水裹挟到了岸边 一番番地为张献忠沉吟之谜 添注上了神意的戏份 维艳注地史上最大规模的滩涂烤谷 红红火火 挖掘区域内水已被抽干 将水持有渗漏 开挖排水沟 并考古队员史料不及的是 在挖掘排水沟和清理泥沙的时候 惊喜便接踵而至了 半块银册 十五年岁次丁位 银册的上半截没了 这枚银册出于明朝的哪位皇帝之首 南下定论 银册 太祖高皇帝之志也 朕支成左训 明朝 册封朱姓皇族都要有劳开国皇帝朱元璋 出了多少东西 我帮你们先拿 这一枚宽宝是日本国流通的钱币 怎么也沉测了 沉浸了明江 和张献忠的宝物堆积在了一起了呢 利用通宝 康熙十二年 吴桑贵在云南返汉自住了此种钱币 这枚铜钱与张献忠无关 接二连三的出手 连续不断的惊喜 每件文物都要做出位置标记 都要拍照 鲜龙通宝 香宝石精气 精美的镂空的铜器 铜钱 欠着宝石的银簪 银钉 腰带带扣 金玉满堂金镯子 莲花头金室 炒谱罪员说 只要进入发掘现场 连水都没时间喝 因为出水的文物太多 为文物拍照 胳膊酸的都抬不起来了 我走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